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談兩個輕鬆的話題 第一個話題就是揭開向心的紳士之謎 第二個就是來談一談花帥到底有多花心 花帥是中共已故元老、十大元帥之一 葉劍英的一個外號,而這兩個話題是有關聯的 向心現在是台灣接談相議的一個焦點人物 關於他的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資料都已經在網上面曝光了 那很多信息也得到了權威機構的證實了 其中有一條就是向心,他是中共在香港的 間諜機構、情報機構的一個高層的負責人 而這個情報網、間諜網他也是負責對台灣地區 進行滲透、進行收集情報工作的這麼一個網絡 所以現在他被台灣內政部扣押了,現在正在偵訊之中 那麼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到底是什麼身份呢? 從他在間諜網、情報網裡面的地位就可以判斷出 他一定是中共大家族、紅二代大家族的其中的一份子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共他們建立情報系統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只用自己絕對信任的人掌管他們的情報系統 情報系統是中共的生命線,中共在過去和國民黨真雄大陸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的三大法寶,但是那三大法寶都是對外公佈的 都是表面文章,哪三大法寶呢?群眾路線、黨的建設、統一戰線 這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法寶是他們的情報系統 國民黨和中共在打仗的過程當中剛剛制定作戰計劃 毛澤東那邊就已經收到了 國民黨戰區的長官還沒有收到的這種計劃 共產黨的這個最高指揮部已經收到了 這就是因為他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好 中共打敗國民黨其中最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他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好 情報工作這是中共的生命線 而這個生命線他們是絕對不會讓其他的人 其他的他們不信任的人去掌握的 什麼人他們最信任呢?那就是自己的子女 他們只信任那些跟自己利益 跟這個政權的利益完全綁定的 跟自己的這個家族的利益完全綁定的這些人 他們才信得過,也就是說只有紅二代、紅色家族的 根正苗紅的這些人他們才信得過的 那麼現在向心在香港處於這麼敏感的一個地位 掌握著這麼大的一個情報網負責港澳地區 同時也負責台灣地區的這個情報工作的 那他的這個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那也就是說明他是中共大家族的其中的一份子 那這是第一點,那第二個可以已經得到核實的材料呢 就是他是在90年代進入香港的 帶著大批的錢進入香港之後 買下了兩家香港的上市公司 然後通過這兩家上市公司做掩護 來發展他的情報系統 90年代呢是中共的這個經濟上面 比較困難的一個年代 那個時候搞這個國有企業改革,朱鎔基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錢不多,還沒有加入世貿 所以經濟還沒有正式的大規模的這種起飛 錢不多,但是那個時候他就帶著 數億的資金進入香港買下了 一舉買下兩家上市公司 那就是說明他的這個背景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而且香港是中共所有的情報人員 最羨慕的一個地方,為什麼呢在香港搞情報工作 第一個呢是安全,因為就在中國家門口嘛 即使是當時香港是這個英國政府統治的 他們抓到了中共的間諜也要禮遇三分 直接送回中國大陸就算了 不會拿他們判刑,不會把他們幹掉 如果是在北美,如果是在歐洲那就不一樣了 這個間諜人員被抓到了,那可能就出不來了 有可能就一輩子就在牢裡面呆著了 所以在香港是所有的情報人員間諜人員 他們最嚮往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點他們在嚮往香港 就是因為香港那個地方也是最有錢的 中共整個間諜網都是要銷獲大量的金錢的 而香港呢它是一個自由港,金錢可以自由的出入 所以說他們很多很多的間諜機構都是從香港這個地方領錢的 而在香港坐鎮的這些情報機構的負責人 那就是進水樓台先得月 所以說他們掌管的金錢,他們能夠使用的金錢 自己能夠消耗的揮霍的金錢也都是最多的 那麼這種肥缺怎麼會落到向心手上呢? 那就是因為向心他就是中共大家族的一員 那哪一個家族呢?90年代的時候掌管港澳地區 和台灣地區的這個情報工作的一個重要的負責人 最重要的負責人,最高級的負責人就是葉選寧 就是葉劍英的三公子,他是整個中國情報系統的負責人 廣東又是葉家的天下,香港的情報系統都是葉家的天下 所以向心他的這個職位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肥缺 這種肥缺怎麼能夠給外人呢?那一定是給自己人的 所以葉選寧主持的那個地方的情報工作 然後安排向心,那個時候只有30出頭的這個年紀去做 就是因為他是葉家的一份子 那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指向,也可以證明 這個向心跟葉家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關係 就是葉家的人,就是向心在進入香港之前 曾經當過周家華的私人秘書 周家華他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 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實際上是中共統治階層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那麼當他的私人秘書那就要知道,要了解 要參與很多很多的機要事物的 這種職務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一定是紅二代家族的 而且一定是要周家華特別信任的紅二代家族的 這樣的人才能夠擔任 那周家華他最信任的是哪些家族呢? 第一個就是他自己本家周家,第二個就是葉家 因為周家華他是葉劍英的女婿,葉劍英女兒葉楚梅是他的太太 那麼這兩家實際上是一家人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周家華一般的來講 他不會僱傭自己家裡面的人來當他的私人秘書 因為就像古人要一指而交 那麼現在的這個中共他們也有這樣的一種習慣 有一種傳統就是相互之間把自己的子女推薦給對方 給自己的好友,讓他們去做私人秘書 一個是要了解進入政治圈,積累資本 第二個也是向對方學習,也是給對方的一種尊重 比如說習近平在當年年輕的時候 就曾經做過中共的軍委副主席耿標的私人秘書 那就是因為耿標他要給習近平一個機會 同時習近平的老爹習仲勳也要通過這種方式 來向耿標表達他對耿標的敬意 我把兒子都交給你了,交給你培養了 今後就是你的嫡系了 這也是他們相互之間不同家族之間 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 這也說明耿標他能夠信任習近平 是因為習近平他老爹跟耿標是老戰友,是世交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相互之間才有這種交換 才有這種安排,那麼周家華讓向心做他的私人秘書 也就是說明向心是葉家的後人,葉家的傳人之一 那現在問題來了,在整個葉家的家譜譜系裡面 你找不到一個叫向心的人 那似乎向心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那麼向心到底在葉家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所以跟葉家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中共的這個紅色大家族裡面有兩種子女 一種是婚生子女,他們是在家族譜系裡面 是對外公開的,還有一種就是非婚生的私生子女 這部分人是不公開的 而且私生子女他們的隊伍更加的龐大 人數更加的眾多,這部分人是不能夠見光的 這部分往往是比較低調的 但是低調他們也得到了實惠 那現在這個向心就已經可以判斷出 他是葉家的私生子之一 那到底是誰的私生子呢? 台灣的一些政論節目也有所猜測 比如說像年代向前看的那個主持人陳寧觀 他就把這個葉選寧和這個向心的照片給網民展示出來 做了一個對比,說這兩個人長得很像 而且神態也非常的相似 而且他們的年齡也正好是父親和兒子的這種年齡差距 差了25歲嘛,他就是在暗示在推測 向心是月顯寧的私生子 但是我覺得這種推測是不對的 這種推測是錯誤的 因為向心不可能是葉選寧的私生子 在那個時代,在62年63年 向心的親生父母他們結合和生他的那個年代 男女關係方面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自由 那個時候毛澤東領導的這個中國共產黨 還在全國推行一種這個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那個時候有婚外勤,要亂搞男女關係 那是一件大事,普通老百姓被抓到了 那要遊街示眾,甚至有可能要被流氓罪 以流氓罪要判刑坐牢的 那即使是中共的一些官員出現了這種事情 那也要被定為有鬆活作風問題 輕則就會遭到了這個黨內的紀律處分 重則甚至是被開除黨局、撤銷職務 所以後果非常嚴重,一般人是絕對不敢輕易嘗試的 即使是紅二代的那些子女,比如說葉選寧 甚至他哥哥那個時候葉選平、弟弟葉選年 那個時候他們也是不敢亂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老爹雖然非常高的職位 但是他不是大老闆,真正的大老闆 只有一個掌握著生殺獄奪大權的人 只有一個就是毛澤東 所以那個時候這些中共的高官 他們對於子女的這個約束管教也是比較嚴格的 因為關係到整個家族的生死存亡 所以他們是不敢亂來的 所以向心是葉選寧的私生子的這種可能性幾乎是沒有 都是向心是這個葉建英的私生子的 這種可能性這是最大了 因為葉建英那個時候他可是有名的花帥 那個時候中共雖然讓老百姓和普通官員讓他們當清教徒 但是中共統治階層最高層的那一部分人 他們是有亂搞女人的特權的 他們是有特別大的性特權的 那一部分人,小部分人最頂層的那一部分人 像毛牛周珠鄧還有十大元帥 這部分人在這一方面是完全開放的 而且他們有這個無窮無盡的這個性資源 供他們的欲取欲奪 而在中共的所有的這些亂搞男女關係的高官裡面 最誇張的最出格的就算是葉建英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贏得了花帥的這個稱號 他本人有十個老婆,絕大部分都是在戰爭時期娶的 就是說一邊打仗,腦袋憋在褲腰袋上面 但是還不忘了那當子事情 後來見證之後整個天下都是他們的了 那個時候他們有取之不盡的這種性資源 供他們欲取欲奪,所以那個時候就更厲害了 厲害到什麼程度呢?有人 中共高層的有些人都已經看不慣了 說這個葉建英實在是男女關係方面太亂了 那毛澤東就給他下了一個評語 給了一個批示,有兩句話 他說諸葛一生為謹慎,屢端大事不糊塗 這兩句話寫了之後再也沒有人到毛澤東面前 去告葉建英的狀了 因為這兩句話就是把葉建英捧到天上了,吹到天上了 說他跟諸葛亮一樣,事事謹小甚微 而且忠心耿耿,又跟呂端一樣 小節上面並不太注意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面 在對我老毛的忠心方面 在對於黨的事業的忠心方面 那他是絕對的不容質疑,沒話說 所以說老毛給他下了這個保護令 給他的這一道隨便亂搞的鐵券單書之後 他就更加的放蕩無忌了 所以他除了自己的老婆情人之外 還是到處撒種,到處留情,遍地開花結果 不僅僅是他的私人的生活秘書 還有護士、服務員都是他的淫亂的對象 而且到任何一個地方之後 他的那些老部下、老下級為了拍馬屁 也給他大量的輸送美女 據說他是最喜歡的江南的美女 所以這個象星在1963年的時候出生 他的母親就極有可能是江浙一帶的美女出生的 是在葉劍英在視察那個地區的時候 有人把象星的這個母親禁供給葉劍英 但是葉劍英這個人他是有非常明顯的 客家人的特徵的,他是廣東梅縣客家 客家人有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就是大男人主義特別嚴重 對於客家男人來講三妻四妾 在外面花天酒地,那是他們的驕傲 他絕對不會感覺到有任何道德上的壓力 反而自己證明自己是特別有男人氣概有本事的 那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就是他對於自己在外面 所沾染過的,所發生過關係的這些女人 以及這些女人他們給他生的孩子 他還算是比較負責任的 他對於他所引辱過的這些女性 都是要妥善的安排工作安排今後的生活的 而且對他們生下來的這些私生子女 也要安排前程安排後路 第三個特點就是客家人特別注重家族的團結 那客家的男人所謂的有權有勢的成功的男人 那當然是妻妾眾多子女成群 那不同的妻妾所生的這些子女 他們相互之間是非常團結的 他不像北方的那些大家族一樣內部勾心鬥角 恨不得把對方幹掉 不是的,客家人他們內部是非常團結的 這是他們在過去一千多年形成的一個文化傳統 因為客家人是從北方移民到南方的 移民到南方之後呢 肯定就遭到了當地那些土著居民的圍攻 大家要爭奪生存資源嘛,肯定有鬥爭 那麼在這個鬥爭當中客家人要想生存下去 一定要家族抱團 你如果因為不是一個麻生的 大家就相互在背後捅刀子 那你整個家族就生存不下去了 所以說他們內部是非常團結的 那這就是為什麼向心雖然是私生子 但是葉雪寧還有其他的業家的人 都對他非常的照顧,讓他在香港去得到這麼多的錢 掌控著這麼多的錢,過著這麼榮華富貴的生活 而且掌握著最重要的這個情報系統 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這就是葉家他們的家族精神在發揮作用 那葉家的這兩代人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 從葉建英到葉選平、葉選聯 就是他們在黨內的人員非常非常的好 那葉建英不用說了,他是毛澤東的救命人 在1935年紅軍長征的過程當中 他曾經救過毛澤東的命 毛澤東就是因為聽了他的建議 連夜帶著紅衣方面軍北上 才逃脫了張國濤的毒手 張國濤當時想以優勢的兵力 把毛澤東給幹掉自己當主席的 結果因為葉建英的提醒 所以毛澤東逃過了一劫 所以毛澤東終身對於葉建英是非常信任的 那麼後來這個毛澤東死了之後 葉建英又領導了推翻四人幫的政變 所以華國鋒對他也是非常信任的 那後來他又幫助鄧小平把華國鋒拉下來 讓鄧小平輔佐鄧小平上去 讓這個改革開放正式開始 所以說鄧小平也是對葉建英非常信任的 非常非常的感激的 所以這個人是個八面玲珑老謀深算的一個人 那麼他的兩個兒子,從政的兩個兒子 葉選平和葉選林也有奶腹之風 在這方面也是做得非常好 比如說葉選林他是掌握情報系統的 這是中共生命線 習近平上台之後那就要面對著一個 這個巨大的各個家族的之間的壓力 所以情報是他的耳目 他要掌握情報系統就一定要向葉選林來請教 那葉選林也確實是給他出了很多的主意 也確實是把一部分的這個情報系統交到他的手上 所以習近平過去這幾年這個位置 才做得穩當,才沒有被人趕下台 那葉建英是早就去世了 那現在呢,葉家的兩個主心股 葉選平和葉選林這幾年又相繼去世 現在呢,葉家的私生子向欣 又被台灣當作是間諜機構的頭目被扣押了 可能會扣押相當長一段時間 可能會被判刑都說不定 那這是不是說明葉家現在已經失事了 是不是葉家現在時運不計 我們下一期的節目當中再來給大家分析 到底向欣為什麼會在台灣被扣押下來 為什麼他會去台灣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